这就是在日本的三大要素 重灾区最危险的区是哪里呢? 所以如果你趋急避兇的话 你就要看名单列入不受影响的怨童史 东京大地震是1923年发生的 距离现在就刚刚是 Hello 大家好 日本政府刚刚发出巨大地震警报 巨大地震警报是第一次发出的 很多朋友打算去日本 或者已经身在日本 有什么自保的方法 接下来我就会很快地 有一些提示给大家 如果你已经身处日本的话 怎样可以避灾 怎样可以避开这些地震的地方 哪些地方是高危的地方 怎样可以避开呢? 第二,如果你打算去日本的话 接下来去日本是否安全呢? 我们现在去片段 8月8日 九州的宫崎原米亚渣奇的日向滩 发生了7.1级的地震 日本政府首次发出巨大地震警报 警报的地区叫做南海海曹 海曹很可能 特别今天星期有高危的 会发生一次 区模8级以上的大地震 这是日本百年难 未试过的巨大地震 也是有这个机制之后 第一次发出巨大地震的警报 预计死亡的人数 预计了高达32万人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我想大家暑假的高峰期 很多人都去了日本玩 或者打算去日本 其实我也是上两个星期 才到日本回来 想不到又发生了一个 这么大的灾害 如果已经在日本的朋友 记得 謹记第一件事 就是远离海边 特别是你身处南海海曹的地带 稍后我会解释 由哪里去到哪里 其实海曹地带是很阔的 不仅是九州 一路去到四国 一路去到正江 一路去到关西地区 整个很大的地区 都叫南海海曹 一共包括一刀二虎 26个院 稍后我会一一介绍 这些地方属于高危的地方 特别是海啸 就是津波比较得人害怕 伤亡人数可能比地震更高 稍后就会再详细介绍 哪些26个院 和一刀二虎会受到影响 至于你已经身在日本的话 记得就是远离海边 因为津波一来的时候 走不及 日本人现在都很有经验 今次日向市的地震的时候 大家第一时间是什么呢 駕鞋上去高地那里被烂 因为都怕津波 海啸是最危险的 如果大家有311大地震的经验 经过了之后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你可以改变自己行情 譬如下自驾游的话 你尽量远离太平洋海岸的南海海曹 而向哪里呢 向日本海那边去玩 那边有很多地方去玩 待会会介绍 一一介绍 在日本海那边 怎样可以趋急避空 第三件事就是 记得下载一些APP 一些Apps 日本政府的Apps 避灾的Apps 我认为全部都在Google 很多种 有些除了震之外 会响的 譬如你睡觉的时候 如果发生地震 你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还有它会显示最近的避灾的中心 你可以避难 这个就是在日本的三大要素 大家可以留意到 即是避灾的三大要素 如果你是未来计划去日本的话 我想暑假 即是香港人在范家乡很努力的时候 还有现在日子这么低的时候 就避开这个一刀以虎26远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是高危区 这个日本喜障厅 是预计的 来近这一个星期会发生大地震 那在哪些地方呢 OK 我就详细介绍一下 其实所谓的南海海曹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它东起静江远 一直塞到九州公骑远外海的一个海沟 全长是900公里 它跨越的幅度都挺大的 究竟有多大呢 所以我特意去日本的网站 因为香港的网站是没有讲这些东西的 日本的网站 其实就讲得很仔细了 南海海曹受影响的怨童史 这些东西 我稍后会放到YouTube上面给大家看清楚 它预计了如果伤亡的话 会有32万人的伤亡的死亡数字 重灾区最危险的区是哪里呢 Shizoka 静江 如果你打算去热海 静江 那边其实很多 其实我都去过很多次 我挺喜欢Shizoka 这个地方 第一它来东京很近 第二就是有很多温泉 有很多樱花 有很多樱花 是很漂亮的地方 也是出楼抹茶 抹茶的地方 它的抹茶比京都抹茶更便宜 正江院就是 如果死亡人数会高达10万人 在今次南海海曹的地震里面 因为它是近海 它是受影响最大的地方 第二个院就是和歌山 和歌山香港人 譬如去关西机场 很多时候都会去和歌山玩 吃海鲜、浸温泉 去鱼市场那里拍卖 和歌山我都去了两次 因为当时是院政府邀请我去的 很棒的 我自己都很喜欢和歌山 第一人又不是太多 而且酒店又便宜又漂亮 晚上就去看灯色 它旁边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公园 和歌山是第二 受灾害的人数 可能是高达8万人 接着到高支 高支可能会少些人去 现在开始多了 因为得岛还开了直行 其实四国现在都是香港人 你去得多 关西、关东之后都要去四国玩 之前就有香川的直行 我记得是香川的旅游大使 我自己去了香川很多次 高支远就是在下面一些 它有很多山区 高支远是第三大重灾区 接着到三重远 高支远 这个都是去到东京湾那边 关西地方 高支远就是九州 今次的重灾区 高支远的预计死亡人数是四万二千人 接着是得岛 得岛也是四国的 其实我是四五个月前才去过得岛 就是厄波姆的地方 有三万一千人的死亡数字 就是预计的 接着是外资院 外资院都是在外援院 外资院就是在本州 外援院就是在四国 都是属于重灾区 大芬 其实大芬就是别府 别府温泉的地方 已经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芬 也有关事 其实大芬是很想的 即是它已经近着福福岡那边 Bepu那边 它的死亡人数会高达一万七千人 你看到四个是重灾区 因为其实赖湖内海 都是属于南海海曹的一部分 所以四国和九州和关西地区 都会重灾区 大阪是七千七百人 大阪其实就是 那么大的都市 其实它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 因为其实现在你知道 日本的建筑物 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地震之后 它们是不停地增加 建筑物的抗震性的 所以其实你在市区都市远离海边的话 其实建筑物塌下而导致的損伤 其实机会不大 或者好像关东大地震 那时候大部分都是火灼烧死的 因为那时候木屋为主 一百年前 等一下我会讲这个数字 一百年很重要的数字 因为那样是一百年 关东大地震 神奈村 神奈村就是刚刚在海边 刚刚有个小的地震 神奈村 神奈村就是在东京湾的外面 当时美军 美国军船佩里将军 在明治维生之前 刚刚登陆的地方 就是神奈村 那里出了一个很出名的人 就是这个 Momoe Yamaguchi 就是三好八位小姐 就是神奈村的人 拉良园 拉良园 都是属于关西 京都旁边 芝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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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成田机场的地方 所以东京是16 1500人 它预计的損伤就不是很大 因为东京都的建筑物 是比较抗震的 和它都不是属于很近海的地方 虽然它有东京湾在旁边 江山 江山就是出这个白土的地方 它是属于拉户里海的地方 京都900人 港岛 芝霸 山梨 祺福 山口园 那边会200人 那边受影响不太大 长期80人 长期就其实是 已经是九州的上面 它都不是受那么大的影响 长野 长野其实是本州的 次城和复江 复江 已经是九州最上面 跟着北海道那些就没有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催急避空 你就要看名单里面 不受影响的怨同市 其实 这个完全不能复杂 这个南海海曹的怨同市 就包括什么呢 第一就是北海道 整个北海道就是out了 就不是属于这个 这个南海海曹的 跟着整个东北地区下 青森、岩手、攻城、秋田、山盈、福岛 这六个怨都是属于另外的一个海曹 这个海曹叫做什么呢 叫做上莫海曹 就是上莫海曹 就是311地震的元空 它是属于另外一个海曹 日本也不止一个海曹 现在来说 反而相对来说 东北地区是安全 这段时间是安全的 因为现在地震大 去了南海那边 就不是上莫那边 所以现在去东北地区 或者北海道 就是安全的 相对来说 接着还有就是日本海那边 新识、出米那边 接着是富山、石川、福井 鸟取、沙丘那边 岛根 其实都是叫做升龙道 之前我们叫做升龙道的地区 就是靠着日本海那边 那边是安全的 反而是人口最聚集的太平洋地区 是不安全的 如果大家知道日本的地理 因为日本人口最聚集 最多就是太平洋地区 七成都是太平洋地区 太平洋的沿岸 那边是高危的 因为那边属于 Pasific Wakanda Ring 整个太平洋是一个地震圈 一路去到Peru 一路去到LA 沿着地中是一个地震圈 整个圈都是有地震的 不仅是日本 这个地震圈其实是高危的 不过那边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因为七成的人口都是这个地震圈里面 因为日本呢 为什么地震比其他地方更厉害呢 因为它是身处四个板块的交界 正俄亚大陆 北美的大陆板块 太平洋的板块 和菲律宾板块 这次南海处于菲律宾板块 和欧亚板块中间的 撞击的一块交界处 所以其实地震很频密 这次就说了 要小心的地方 刚才那边就很快地和大家说了 其实你看看地形 基本上沿着太平洋这边 关西、关东、四国 一路去到九州 其实都相对来说 不是太安全的这段时间 反而 星龙道那边 或者Chukoku 日本叫做中国地方 中国地区 或者中国地方 那边相对安全 一路去到东北 和北海道 这边是相对安全的地方 好 接着说时间性 时间究竟要避灾 避到什么时候 现在这个大地震的警示 就出一个星期 这个星期是特别高危的 大家是特别小心 然后你看看时间性 其实100年就有一次大地震 东京大地震是1923年发生的 距离现在是100年 100年一年 是的 100年一年 所以其实估算的话 其实现在是属于 进入了地震的高危期 虽然东京的地震 和南海的海曹地震 有少少分别 它是东京自己陆地的地震 不是属于海曹地震 是有些分别的 不过时间性 我还是觉得 它是1923年发生的 现在就是2024年 是100年一年 就出了这么大的警告 就是有这么大的地震 可能真的和这个时间性 都有些关系 就是整个南海的海曹周边地区 30年之内 就是现在开始推算 发生8级或者9级强力地震的 纪录高达7到8成 所以其实未来 都进入了这个地震的高危期 如果大家去日本的话 如果想趋急避空的话 就记得我刚才说过几个提示 也都希望天有日本 希望不会有大的灾害发生 也都希望去日本旅行的游客 可以平平安安 如果你有朋友在日本旅行 或者打算去日本 或者你自己有 已经在日本 你可以分享下 今次避震的经验 或者是有些什么 可以留言 都欢迎留给我的 记得like 留言 和share我的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